每一位创作者都是带开发的独特岛屿 国立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 111级毕业展览《荒岛觉察》 13号起在花莲的文化创意园区第七栋登场了 展出45位毕业生的作品 包含绘画、摄影、立体雕塑、还有装置艺术等等 而展期到5月21号 6月宇也将前往台北巡展 欢迎花莲的乡亲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独特的岛屿 蕴藏无限可能 鼓励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111级毕业展览《荒岛觉察》 13日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七栋登场 疫情影响今年取消开幕 但仍带来45位毕业生超过百余见作品展出 包含绘画、摄影、立体雕塑、互动艺术等 传达多元大胆或者浓厚花莲风情的个人创作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荒岛觉察 那其实它的意思呢是在说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很独特的岛屿 那我们在这个岛屿上面呢 去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自己的一些生命历程 然后它主要有橘色跟蓝色 然后这都是在表示我们的独特性 然后是一个对比色的概念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展览呢 有雕塑 然后有绘画创作 也有绘本 然后还有一些像油画啊 水彩啊 或者是亚克力之类的 然后都是大家 这四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在导师田明璋和洪莫丑 以及其他指导老师协助下 学生教出各种美才与风格作品 传达多元自由的创作形式 各具独特的思想理念 因为整个系上有九位导师 然后你可以去选你 比较适合你的老师 那我们主要导师是田明璋老师跟洪莫丑老师 那洪莫丑老师主要虽然是比较偏理论类的 但是我自己就是选 我自己就是洪莫丑老师的学生 那我其实我也是会 我是绘画创作的 我是做三的作品 就是两位老师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下面 然后我们都是选自己适合的这个领域的老师来做创作 我跟选这位老师来做一个指导 因为我们有分为初审跟总审 那在这两个审查的里面 大家都会做出不同的创作 那就是看大家在这个初审跟总审里面 你想要拿什么样的作品来到花莲 跟拿什么样的作品到台北展览 然后大概有45个学生参加这次的壁制 花莲场已于13日开展 展至5月21日 并会有学生导览带领民众认识学生作品 6月3日起将在台北PP时尚艺文空间巡展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